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王麒麟还有李洋的林洋佩 涌奪了男双金牌 而世界球后代资影 拿下了女单银牌 中华动物代表团的羽球成绩 有目共睹 而羽球的运动项目 还登上了热搜排行榜 前三名 现在羽球国内风潮都没有消退过 但近期又再度的被炒热了起来 而这项全民运动怎么打 才能够打得好又健康呢 我们请特派记者 来带您一起认识这项运动项目 羽球一直都是一个老少嫌疑的好运动 随着中华代表队在冬奥上面拿的好成绩 现在国内也烧起了一波羽球热 但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羽球打得好 又打得健康 记者现在也要把我的麦克风放下来 拿起我的羽球拍 进去找教练练习啰 教练好 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我们的拿拍 如果我在拿的时候 我的手心会让它是朝前面多一点的 所以我的拍子侧边会对着我自己的虎口 我的拍面会稍微有一点斜斜的 偏向左边这是正常的 对 所以我们在挤球的时候 是会往前挥的 再换反拍 我们反拍的时候 我们找到面积最大的这一面 对面积最大 大拇指要是直的 对着球拍 我们在挥反拍的时候 挥球点挥是在身体的左半边 对 在挥的同时也是往前挥 打球前先把握拍姿势练好 因为球场上最怕这个NG动作 就是我们所谓的苍蝇拍 对 就是抓着球拍 对对对就是抓这样子 你的虎口对着你最大的这块木头上面 然后有人就是会这样挥 对 你在挥的时候你手腕 你可能过度的用力的时候 你的手腕是会受伤的 真的要注意 因为运动一个不小心 可是会受伤的 学完了握拍姿势 这样就够了吗 教练说 别忘记还有这件事 开始打羽球之前 我们会注意我们的手 跟我们的腰 还有我们的脚的部分 就这三点 所以我们在热身的时候 我们会先从脚踝跟手腕开始做 再换手肘的时候 我们会压着我们的手指头 伸直 拉我们的手肘的地方 对一样抓5秒到10秒的时间 对 然后10秒之后再换 反方向 拉着手背的地方 这件伸展的动作 你在剧烈的挥拍的时候 用力挥拍的时候 你的肩膀会被拉扯到 慢慢的把身体热开 对 而且要记得热身的时候是慢慢的做 有人会做得非常非常急这样子 运动前热身不能疏忽 教练也一再提醒 方便在进行运动时 让肌肉能做最有效的伸展 也能避免肌肉伤害 而在热身过后 终于可以踏上球场 一样拍子拿高 高过肩膀 高过肩膀 没有你这个没有高过肩膀 你左手高过肩膀了 右手 对 右手 哎呀 看起来轻松的挥拍练习 实际做起来真的超级累 跟教练请教了一轮之后 也难怪这么多人爱打羽毛球 除了能训练肺活量 全家大小一起打羽球 也能增添生活乐趣 最后教练贴心的再叮咛 运动前要热身 运动后也别忘了要收草 并补充足够的水分 才能够避免运动伤害的发生 人间卫视 郑敏辰 陈宇轩 台北采访报道